再給一次機會喔 好啊 沒有啦 我覺得是這樣啦 這種小朋友 你為什麼要這麼計較 常常這樣啦 年輕人有時候常常會 我講 會奇奇怪怪嘛 就說 為什麼每一個人的事情 都要這麼去追究 笑一笑就好了 好 事件曝光之後 就遭到了民間黨台北市議員 許淑華質疑了 這個實習生是走後門嗎 那柯文哲也坦言啦 沒有走程序 這個我認錯 但是現在這個實習生 事後竟然又上網抱怨這件事情 所以目前事情的最新發展 是這個記者 就是要對這個實習生提出告訴